8月9日,网友TN出了偶遇寒跟卢靖山的照片,只见寒跟正贴心的搂着卢靖山,在镜头前忍不住嘴角一勾笑了起来,卢靖山也十分大方的微笑,衣服正在拍照留念的架势,而网友却忍不住调谈。 没想到这看起来还挺有夫妻向的,此次出行二人并没有刻意闪躲人群,面对路人的围观下方秀恩爱。 在跟女友出行时,女友每次大笑,她都十分好奇当可头看向女友,可以说是非常关注女友的一举一动了,简直就像是一个小迷地,丝毫没有频率在舞台上的强大气场。 此次二人显身的地方,这是四川球猫中心,一厢喜欢冒险运动的寒跟却带着女友来了如此温馨可爱的地方,却让人忍不住探究其中的甜蜜原因。 早前在寒更参加节目时曾表示,自己非常喜欢极限运动,例如滑雪,跳杂,神仙之类的。 而女友也十分体贴,陪伴在他身边跟他一起体验。 在当初寒更也表示卢敬山完全不喜欢这些运动,甚至也不想让寒更去做这些危险的运动。 如今寒更陪着卢敬山来到熊猫中心,可见他以为了卢敬山做出了不少改变,并且对待女友也十分细致。 关注女友的每一个瞬间,网友对此表示,两个人为了彼此愿意改变自己,去接受另一半的行为,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。 希望寒更与卢敬山能够一直幸福下去,让这段恋情能够化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